1,2,3,4 5,1 我是凌凌 大家好 你決定好今天的晚餐了嗎? 我們5,5美食頻道的話 每天5點更新 所以記得要訂閱喔 凌凌我們現在在哪裡呢? 花蓮 昨天有我們7個人在花蓮的演出 我們昨天沒有享受到花蓮的 好吃的東西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 玩花蓮 走吧 這個是蒸雞麻薯 聽說這個是伴手禮的首選之一 開動囉 欸它這個一定是手工現做了 那個皮超級Q彈 而且那個糯米的味道又很香 而且我這個是紅肉 它那一天完全沒有到很甜 又有紅肉的香味 這裡的話是那個花生的 有點像那個花生捲冰淇淋的那種 所以裡面的花生是那種粉粉的 可是很香 超美味 這間店就是我們的 異香扁吃 聽說這間店已經開了70年 很多偉大的人都來過的店 開動囉 又很渣滋又很甜 然後它這一碗的話 它是70塊 裡面總共有10顆扁吃 很值得耶 而且它的湯又很香 推推 我們半路發現了這個 我們在這裡有看到嗎 還沒有看的人 記得可以去看三立新聞台那邊 會有放表演的連結 這個第三道菜是那個司機叔叔幫我們推薦的 米粉根嗎 他說這個是他真的在吃的 讓我吃一口 油香味很香 跟這個甜甜的麵搭起來 那個鹹甜剛剛好 吃起來這個的麵感覺比較像日本的 霜麵的感覺 真的好喜歡 第四道菜 喝到花裡 一定不能不講到這間店 廟口紅茶 有一個狗狗自己吃東西耶 還是比家人很可愛 對啊 讚的啊 好久不見 因為這家又算是個老店鋪 它其實以前是開24小時的 不過我們剛剛看一下 現在改成 早上6點到晚上11點的喔 然後我點的是最經典的紅茶 我是奶茶 いただきます 很少味 但是奶味蠻重的 所以一開始吞進去的時候 嘴巴都有那個奶奶的味道 可是後面會有那個紅茶的味道 從後面追過來的感覺 大家童年一定喝過這種紅茶 搞不好是現在小朋友不會喜歡的 你讓他喝看 沒有實甜的感覺 對 它的甜就是單純的紅茶香很大 不會有太甜 或者是太澀的情況 它雖然是廟口紅茶 可是它其實有那些東西對不對 像是早餐必備的 有菠糕啦 然後各種吐司 台式的 馬茶蘆之類的 這種小甜點也有 很大 很大的 那這個是 竖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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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IG也有follow 然後我都會用那個去 學習台灣的幽默 你看他在搭訕你耶 欸 我要這樣子讓 哎喲 有抓到台灣的幽默嗎 沒有 好我現在來到的是 來一層排骨麵是我花蓮當地朋友推薦的 然後我現在打電話給他看看 哈囉 你說你推薦什麼呀? 我們家應該都是肉圈麵 黃金蛋 黃金蛋 謝謝你 這個是我們的沙豆醬朋友推薦的 他看起來的話感覺像是一般的乾麵 然後配上肉片的樣子 簡單的麵 這樣 就出發了 嗯 這裡 嗯 嗯 超好吃 你看看 超好吃的 這看起來非常的簡單 但是它的醬還有肉的甜味 平衡點非常的剛剛好 家裡對不起我剛剛只是小看這乾麵 我想說不就是一般的乾麵放上幾片肉片嗎 很真推 好吃 而且CP值非常的高 剛剛還推薦了一個 嗯 嗯 嗯 我覺得它吃起來就像是日本拉麵那種螃蟹蛋 可是它的那個滷汁是台灣味 然後加那個蔥 謝謝這間我真的好喜歡這間店喔 謝謝家瑋 謝謝 不要再一直叫人家名字 家瑋可能才那個下魚都不行 一點下魚都不行 一點下魚都不行 它會壞掉 真的 真的假的你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做文旦 剛好遇到的哥哥們是什麼 是那個 文旦的人 採文旦 採文旦的人 我剛好吃完麵然後 採訪後面的哥哥們 就是就是文旦的人 但是會不是文旦的人嗎 不是文旦的人 不是文旦的人 工作啦 工作 文旦工作的人 不是文旦是文旦 不是文旦是文旦 阿是名字喔 阿是名字喔 我們怎麼說來的 昨天 太慢了後面就結束了 我們的後面借了 阿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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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們是原住民嗎 哥哥們是原住民啊 喔 真的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走走走走走走 已經開始下雨了 那為什麼下雨呢 欸你在唱什麼 你去我的嗎 一六樣 西瓜棒棒棒的西瓜原汁 聽說它是完全沒有加水 這也是在地人推薦的一款 我先給你 西瓜超級原汁 而且它沒有把渣渣放進去 它有過濾掉 喔 喔 好自然的味道喔 這樣一杯的話是50塊 我覺得算便宜 而且蠻大一杯的 推推 然後再來是我們 真的等很久的大蛋 蔥牛餅 然後我們買的這家是 黃車 超好吃 所以一定是沙桌家 你會喜歡的好吃 麵皮都是現場 現感的 就它的比彎是起來 完全全有那種 可能超是買那種冷凍味 這起來超軟嫩超香 它蛋超好吃的 我天哪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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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這樣一個是35塊錢 光是這個我願意給它四顆星 喔五顆星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好羨慕花蓮的 公眾們可以每天出來這邊吃 公眾 你在笑什麼 你看那個髮子 你要看前面 不能看鏡頭 喔 好性感喔 哈 我們來到 周家小籠包店 路上其實還蠻多間都長的 差不多阿 嗯 我的單地朋友覺得最好吃 單地人都會來的就是這一間 嗯 它的肉是偏甜的 嗯 它的肉是偏甜的 它的皮算是比較厚一點點 我覺得是好吃的 等動感也不重 所以應該真的是 現包的 你看 有沒有 超過獎應該會嚇一跳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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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驗的感覺 好 我們謝謝 欸我覺得它的牛奶很純欸 這個芒果是真的很多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沒有很新鮮的感覺 我覺得因為芒果季節可能已經快過了 所以不是對於甜它 可是它是保有它原本的那個酸味 因為這個芒果的話 其實變成小小的 所以沒有在 哇 我在吃芒果的感覺 對我來講是普通的好吃 那個老闆要買那個 比例食糊給你們的巧克力 跟你們試試看 好 謝謝 喔 嗯 超濃厚的 嗯 好像這次真的巧克力一樣 超濃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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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種 這個是棺材板 我在台南最愛吃那個 Sakari Ba的棺材板 一角料有嗎 一角料 點的是三杯雞 所以跟麵包很搭 可是因為它沒有很脆 跟三杯雞 跟它有一個高麗菜 吃起來有一點像這隻三明治嗎 因為我比較喜歡那個 脆脆脆脆的口感 所以口感上來講 我是比較喜歡台南的 可是呢 因為這個味道 真的鹹度剛剛好 所以口味上來講 我覺得兩個都蠻喜歡的 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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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厲害的是 我們吃十樣 可是每一家都真的很好吃 沒有理的 我們今天總共吃的是 蒸濟麻薯 夜香扁食 米粉羹 妙口紅茶 萊塵排骨麵 西瓜大王 炸蛋蔥油餅 周家小龍光 異大選華冰 蔣家棺材板 那我們先來決定 今天的這樣總和的評價好了 3 2 1 GQi3顆星 都不累 然後其中就是有 覺得普通好吃 也有一個超級好吃的 對 那我們要不要來決定 我們心中的排行 1到3名 1 3名才是 米粉跟 雞蛋糕 雞蛋糕 那我們來決定第二名 肉片麵 來層排骨麵的肉片麵 這個也滅肉 那我們的第一名 炸蛋蔥 修修 你再講一次 炸到蔥油餅 貓 真的沒有吃過 炸到蔥油餅的炸蛋蔥 對 好羨慕花蓮的大家 真的好羨慕喔 尤其是羨慕住在那個 那一家的兩旁邊的住戶的人 你知道那旁邊 兩邊其實沒有人住嗎 是喔 那不羨慕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別忘記 我們無賣美食頻道的話 每天五點更新 隨意的要訂閱唷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我要發 我要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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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